我给你买了房子瓦拉利 你开她什么了 我只想安安稳稳的大哥宫 我会被公司的同事知道我是大客户的老婆 我会不太没议论的 那我们提掉段 那我就送你这个草饼包吧 这个包还算不错吧 直直气说 你们听说了吗 韩树大客户 莫氏集团的总裁夫人居然在咱们公司 不是吧 这么快就暴露了 谁让你们在背后议论别人的 真好有人帮我说话了 本来想不低调 我就是莫氏集团的总裁夫人 天天 你早说你是总裁夫人啊 对啊 这些活我们都帮你干了 行吧 正好我不想暴露 省了我的麻烦 你这个包是阿玛士的草鞭包吧 价值七十万呢 低调 低调 快看 江石器有一样的包啊 真假的 江石器 你怎么这么虚荣 这买杯假包 说什么呢你 不是吗 你一个普通小员工 什么档次跟我背一样的包 我这个 可是我老公莫总给我买的 我这有个APP 可以扫码 真假 一验便知 倒也不用啊 哎呀 我这包扫出来是真的 哎呦 婷婷 你这包怎么是假的呀 怎么可能 我可是莫总夫人 平时都住在莫总家 市值上义的别墅里 我稀罕你个破包 这APP一定是你动了手脚 散荒有个限度吧 江石器 人可以没钱 但不能没了脸皮 你说你住在哪来的 哦 莫总的别墅 怎么了 那你带我们大家去看看呀 行吗 怎么不行 只有这个周末 我倒要看看 你这个黄子的原理 我看的别墅 真好玩 这就是我家 她怎么有我们家钥匙啊 婷婷果然是莫总夫人 哼 你个漂亮小丑 这下总相信了吧 你家卧室好大呀 从来不在乎这些 哎 石器 你的函数红蛮腰从哪拿的呀 我是呀 江石器 谁让你进我卧室 动我护肤品的 这是我家 我想去哪去哪 你脸真大呀 还你家 你把包拿过来 我要送你的包 你干嘛 你随便拿我的化妆品 谁让你有没有偷钱的东西 你拿过来 你干嘛 包都被撕坏了 这样才看得清楚 你这么陷害我 难道你真的不怕吗 我堂堂墨市集团的总裁夫人 我会怕你 听说有人欺负我老婆 哎 这不是莫总吗 今天真是总裁夫人 莫总 总裁夫人居然是十七 听说 你还有一个老婆呢 潘医 把解释一下 你个不孝的女儿 趁着主人家的别墅翻新 你居然敢偷主人家的钥匙 哎呦 对不起莫总 对不起夫人 都是我没管好女儿 我这就带她回去 好好教训她 快走 看我回去不打死你 妈 妈 错了错了妈 等一下 她不能走 她弄坏了我的包 这个价值七十万的珍宝 我再问你一遍 现在你怕了吗 我再问你